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科学家内斗》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霍伊尔VS波尔 恒星和合成的争辩心战 2.莱特兄弟VS白头翁 谁才是真正的飞行先驱 3.费曼VS戴森 量子电动力学的路径之争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霍伊尔VS波尔 恒星和合成的争辩心战 好的,让我们来聊聊天 文物理学界的一段传奇故事 霍伊尔与波尔的恒星和合成之争 这可是科学史上的一场精彩的心战 首先,我们得介绍一下主角 弗雷德·霍伊尔·Fred Fale 是一位英国天文学家 他对恒星的合合成过程有着深刻的见解 而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波尔·尼尔斯波尔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他是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 也对原子核的结构有着开创性的贡献 在20世纪中叶 关于恒星内部 是如何合成重元素的问题 成为了天文学和物理学界的一个巨大谜题 当时的科学家们普遍认为 恒星内部的温度和压力 远远不足以克服重原子核之间的电磁赤力 从而无法进行合合成 然而 霍伊尔不这么认为 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在恒星内部的极端条件下 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 氢元素可以逐步合成为重元素 这个过程被称为恒星合合成 霍伊尔的理论遭到了波尔的质疑 波尔认为 霍伊尔的理论没有考虑到 量子力学的某些基本原理 特别是关于原子核能级的理论 他认为 只有在极端的条件下 比如超新星爆炸时 才可能发生这样的合合成过程 两位科学巨头的争论 就像两颗恒星 在科学界的天空中激烈碰撞 霍伊尔坚持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恒星是宇宙化学工厂 不断地制造着元素周期表中的所有元素 而波尔则认为 这个过程需要更加剧烈的宇宙事件来推动 最终 随着更多的观测数据和实验的支持 霍伊尔的恒星合合成理论 被证实是正确的 他预言的一种特殊的碳12的激发态 在实验中被发现 这个发现对于理解重元素在恒星中 是如何形成的至关重要 这场星战不仅仅是两位科学家之间的辩论 他还展示了科学进步的过程 通过假设 质疑 实验和观测 我们逐渐揭开了宇宙的奥秘 霍伊尔和波尔的争论 最终推动了我们对恒星和宇宙的理解 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而霍伊尔 这位不信神论者 还因为对大爆炸理论的讽刺 而无意中给他命名 这也是个颇具讽刺意味的趋势 他本意是想嘲笑这个理论 结果却让这个名字流传了下来 所以 下次当你仰望星空 想想那些构成你身体的元素 曾在遥远的恒星内部诞生 经历了一场史诗般的星战 最终来到了你的身上 这不仅是宇宙的故事 也是科学探索的传奇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莱特兄弟VS白头翁 谁才是真正的飞行先驱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亘古不息的话题 莱特兄弟与白头翁Richard Pierce 之间 谁才是真正的飞行先驱 这个问题就像是历史学家版的 鸡先生和弹小姐 谁先来到这个世界 一样 总能引发一番热议 首先 我们得给两位选手做个简介 莱特兄弟 也就是威尔博和奥威尔 是两位美国发明家 他们被广泛认为是第一次实现了 有控制的 持续的 动力飞行 他们的飞机飞行者1号 于1903年12月17日 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基地霍克 首次飞上蓝天 这一天 也被许多人视为 航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另一方面 我们有来自新西兰的白头翁 他是一位农民和发明家 有传言说 他在1903年3月31日 就已经完成了一次飞行 比莱特兄弟还要早几个月 然而 这次飞行的证据 并不像莱特兄弟的那样确凿 而且据说 白头翁的飞行 更像是一次不说控制的跳跃 而非真正的飞行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莱特兄弟和白头翁 在一个航空先驱的聚会上相遇 可能会发生这样的对话 莱特兄弟 嘿 白头翁 听说你在我们之前就飞起来了 这是真的吗 白头翁 当然 我的飞机在1903年3月就起飞了 你们呢 莱特兄弟 相识一下 哦 我们是12月 不过 我们有照片和证人 你呢 白头翁 嗯 我有一些羊和牛作为我的证人 莱特兄弟 听起来你的飞行 更像是给牧场动物 做的空中表演啊 白头翁 至少我没有需要一个硬币 扔硬币 来决定谁先飞的问题 莱特兄弟 假装生气 哦 那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想成为第一个飞行的人 好了 开玩笑归开玩笑 事实上 无论是莱特兄弟还是白头翁 他们都对航空时 做出了贡献 莱特兄弟的飞行更加正式和有记录 因此他们通常被认为是飞行的先驱 而白头翁的努力 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文献记录 但也展示了人类对征服天空的早期尝试和渴望 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确定谁是真正的敌意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勇敢的先驱们共同编制了人类飞行的壮丽篇章 而且 如果没有他们 我们今天可能还在用信割发短信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费曼VS戴森 量子电动力学的路径之争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物理史上的一段佳话 费曼和戴森之间 关于量子电动力学 QED的路径之争 首先 我们得介绍一下主角 理查德 费曼 物理界的摇滚明星 以其非传统的思考方式和生动的讲课风格闻名 弗里曼 戴森 英国艺美籍物理学家 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广泛的科学贡献著称 两人都是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巨博 而他们 在量子电动力学上的合作与争论 就像是一场思想的盛宴 量子电动力学是研究光和物质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论 在一九四零年代 这个理论还是一团乱麻 充满了无穷大和矛盾 费曼 朱利安 施温格和曹永振一郎分别独立地提出了 QED的重整化方法 这是一种巧妙的数学技巧 可以消除那些讨厌的无穷大 让理论变得可用 费曼的贡献在于他发明了所谓的费曼图 这是一种图形化的工具 可以帮助物理学家直观地理解复杂的粒子相互作用 而戴森则发挥了他的数学天赋 证明了费曼的方法和传统的量子常论方法实际上是等价的 然而 这两位大师在方法上有着本质的不同 费曼的方法更加直观和几何化 他喜欢从粒子的路径出发 用他的图来描述粒子在时空中的历程 而戴森则更偏爱传统的数学形式主义 他的方法更加抽象 侧重于方程和算符 这场路径之争并不是一场激烈的对抗 而更像是一场高水平的学术讨论 费曼以其独特的幽默感和直观的物理图像 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 而戴森则以其数学的严谨性和深刻的洞察力 赢得了另一批支持者 有趣的是 尽管两人在方法上有所不同 但他们都对对方的工作表示了极大的尊重 戴森曾经说过 费曼的方法是物理学家的天堂 而费曼则公开表示 没有戴森的工作 他的理论可能永远不会被物理学界接受 最终 这场争论并没有真正的赢家 因为两种方法都被证明是有用的 而且在某些情况下 一种方法比另一种更方便 这就像是 在做菜时 有人喜欢用刀切 有人喜欢用剪刀剪 最重要的是 菜做得好不好吃 费曼和戴森的故事告诉我们 即使在科学的严谨世界里 也有多种途径可以达到同一个目的 而他们的友好竞争和相互尊重 更是科学进步的一个美好典范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张费曼图 或者翻阅一本戴森的论文时 不妨想想这两位大师曾经的路径之争 以及他们对我们理解宇宙的微妙之处所 做出的巨大贡献 总之 这些星战和路径之争都是科学史上的经典故事 他们展示了科学家们在探索世界和推动科学进步方面的勇气和创新精神 无论是霍伊尔和波尔之间的恒星和合成争论 还是莱特兄弟和白头翁之间的飞行先驱之争 又或者是费曼和戴森之间的量子电动力学之争 这些故事都告诉我们 科学是一场充满激情和竞争的旅程 而最终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宇宙的奥秘 那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这些争论中 你更倾向于哪一方的观点 你对恒星和合成、飞行先驱或量子电动力学 有什么疑问或者想法吗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